画面现场是全国第一家公办公营的卫生福利部基隆医院 附设南港综合住宿型长照机构 由卫福部与交通部跨部会合作 在南港邮局的三楼到五楼开办 参加开幕的立委高嘉宇表示 面对高龄化社会 公部门能透过空间的活化利用 来作为长照机构值得肯定 可以照顾到有长照需求的家庭 确实这个长照的问题 已经是随着老人化的人口增加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很开心说全国第一个公办公营的 住宿型长照机构在我们南港 而且刚刚我们参观 整个空间还有整个设计 都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温暖 所以我相信未来可以提供给更多 这些长者的需求 那当然目前的床位当然还是有限 但我相信一旦开始的话 马上就很多人都要来抢了 那当然就是说也希望说未来 在各个地方也都能够陆陆续续有 但是以现在寸土寸金 确实在台北市 要能够开办一间的住宿型长照机构 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现在因为这个老人化的需求 真的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政府各部门 能够跨部会的合作 那像这一次就非常不容易 要卫福部交通部包括中华邮政 各单位都愿意共襄盛举一起来合作 才有机会来在这么好的地点来开办第一间 那未来真的还是需要各部会 能够去盘点我们现有的这些闲置的一些空间 能够提供更多的这些长照的机构的需求 那让我们的长者们 尤其是现在很多双亲家庭 其实失智失能的长者 其实对家人来讲 其实真的是很需要 能够让社会政府能够多一分协助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多帮助他们来解决 现在所面临的这些问题 能够在台北市南港区 设立全国第一个公办公营 综合式的住宿型长照机构 其实我们基隆医院是有这个荣幸 能够当刚我们整个营运管理 那为什么会从基隆到这里 其实我们基隆医院也有一些病人 是从新北市还有这个南港 这边过去的病人 那其实来讲 其实基隆跟双北 其实都是一个生活共同圈 那当然我们承接这个业务 是因为我们是隶属于卫福部 这个所属医院 那卫福部的长照2.0 这个政策是蔡总统 他这个整个在推动 那我们就整个来做落实 所以在108年 那我们就开始跟交通部 这边一起有一个 这个合作备忘录 那交通部就把所谓 游局的多余的空间 就释放出来 那因为要做长照是会花非常多的土地的成本 那因为有这样一个交通部的一个公营的一个土地 那或是房子 那我们就还可以很快速的来建立一个就是功利的 这个经营的住宿型的长照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里面 就是发挥我们公衣使命跟公共卫生的任务 这间南港综合长照机构 由卫福部基隆医院负责规划 拥有千余坪的空间 共可提供71床住宿型长照 及16位日间照顾服务 院长林庆锋说 将以最专业的团队打造高品质的长照服务 那当然这地方的特色就是因为这里是都会首善之区 所以台北市南港区是长照里面所谓的老人化的 这个所谓资源不足区 所以虽然在台北市 但是台北市有很多的老人资源不足 所以我们就选了南港区 那南港区其实今天我们看到 就是那个老人化的这个比率是全国第二 所以这个老人是非常的多 那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们的特色就是 是希望能够在地化 第二个呢 要像家庭的感觉 第三个呢 能够在这里就近这个来关心 那另外我们收费也要合理 所以这个环境来讲 这个南港长照是非常好 那我们里面其实包含 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人员进驻 所以我们有两位的医师 我们还有就是造福员 还有护理师 社工师 心理师 附健师 就一起来这边关心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的特色是 我们在这里有中央厨房 所以我们投资了中央厨房 就是让老人有一个所谓的老人的餐点 那我们因地制宜 所以我们的营养师也进驻 我们的厨师也都进驻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在这里面 其实我们里面的设施设备 都是非常可进性可亲信 那这个安排的活动 也都是适合老人 也是老人在这里面 就是我们的长者 在这里可以安心的救养 可以健康的老化 我们这里是所谓的种核型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一些比较是亚籍性的 我们的长者 就是他们比较是可能私能的长者 可以来我们住宿型的长照 那另外我们还有16床的日间照顾 那这边就是我们如果说长者 他慢慢其实退化 他虽然这个行动不变 但是我们有家人可以送来这里 白天在这里 我们有设计一些适合他们的活动 那他的孩子们下班 可以再回来接他们再回家 还是有这个他们原本家庭的工人 那我们也是有专车 可以来负责这个接送 所以这边我们还有所谓的 日间老人的这个照顾 总统蔡英文也出席长照机构的开幕 强调未来会继续盘点各地 可以利用的空间 让长照据点更充足 南港综合长照机构将提供 南港区及临近内湖区 信义区 大安区 文山区 新北汐止区 以及基隆的长照需求 有需求的民众 可以向南港综合长照机构 联系洽询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